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8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第一時間揭露 時事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去討論的 是中國大陸 的防疫大將軍 這個叫做中南山 有消息流出 消息流出就說這個 中南山 正式被打包 那麼中南山就未死 打包的 並不是中南山自己本人 雖然也可能就快了 打包的 是中南山 的銅像 好 我們一起跟大家揭露 原來這個中南山 就是在這個 中國人民水深火熱的時候 還在大攪 這個叫做個人崇拜 走到今時今日 有機會這個中南山 成為中國共產黨 的condom 即是成為棄桌 我們這一節一起跟大家研究這件事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請大家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速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好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鍾南山 鍾南山 就是在中國大陸 疫情燃燒的時候 居然大搞就是 個人崇拜 鍾南山 就是一直 在中國大陸水深火熱的時候 自己 就叫做 國家有難 發國難財 自己大舉 就是做防疫專家 自己賣藥 所以 這個叫做醫藥分家 其實是有需要 一方面自己做醫生 跟你說哪一種藥好自己出賣 藥物 另一方面就是跟手賣藥 鍾南山的崛起正正在2003年 當時 香港爆發這個叫做SARS 即是非典型肺炎 這個是第一次 跟中國大陸有關的病毒擴散事件 之前有沒有更細規模的病毒擴散 我們不知道 但是 這個是最早的源頭 中國大陸開始意識到 原來這個 病毒可以作為 研究的對象 甚至乎成為一種武器 我們這一節不討論 就是中共病毒 還有中共的陰謀 我們集中討論就是 借著這個國難 大發財的人 這個叫鍾南山 鍾南山更加是被揭發 在這個疫情期間 就是 在這個 學校叫做華南師範大學 大搞自己的個人崇拜 設立了這個鍾南山雕像 重要無恥到 就是自己幫自己的雕像 揭幕 人也算無恥了 真是人無恥就無敵 當時就已經引起中國大陸 網民 狂轟 大量的輿論 批評 根本鍾南山就是在搞自己的個人崇拜 以及個人宣傳 更加多的人也留言說 搞銅像紀念 通常紀念的是小小的人來的 不是你在生 搞個人崇拜 還要大搞 自己的銅像 還要自己幫自己的銅像揭幕 你又未死 那麼快叫人家要紀念你 這個鍾南山雕像在鍾南山的武校華南師範大學 這個 銅像高度超過兩公尺 在2020年的時候 鍾南山 還特意 前往這個銅像揭幕儀式 當時引起大量中國內地網民 反彈 認為這個為活人納碑 簡直就叫做違反中國文化 之前立雕像的人 據說 少之又少 例如這個就是中共領導人 毛澤東 最 最 離譜的是甚麼呢 最離譜的是鍾南山出來跟你說 就大搞這個叫做蓮花清溫 蓮花清溫曾經有一段時間 國內就是搶購 還有香港一大班就是藍絲 就跟你說中招 要去搶這個叫做蓮花清溫 也 據說有人吃蓮花清溫 吃到就是出事 好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 鍾南山 在那個所謂疫情裏面 就是自己找到盆滿撥滿 你有你國家搞核酸防疫 大賺這個 核酸 的測試費用 有他賣藥 大搞這個叫做蓮花清溫 大賣特賣 你有你生病 紅曹氏 爆發這個白紙革命 再到了習近平擔心自己權力受挑戰 擔心自己 隨時一夜 變成蘇聯 擔心自己一夜倒台 然後就宣佈解封 接下來的劇情 大家應該還記得 全國 是 疫情大爆發 換言之 由始至終 中國大陸在吹噓 如何醫病呀 如何防疫呀 全部 是吹噓 全部是謊言 不用說了 中共的這個防疫招牌 鍾南山 就在這個徹底解封之後 再到了疫情大爆發 這個招牌 不單止 是不可以再用 甚至乎 是成為了 習近平的管治 裏面 就是一個倉巴 就是一個 不見得人 的黑暗一幕 越是民間 看到鍾南山 出來活躍 越是想起 防疫之前的事 對於 習近平來說 這個絕對是 在他 要成為皇帝的道路上 是一次 徹底的失敗 以及跌倒 所以 到最後 鍾南山 就是一定會 成為這個習近平 香港話 我們就叫做condom 即是避孕套 遷就可能有國內聽眾 即是說他成為了棄卒 被拋棄的對象 事實上大家想想就知道 如果你是國家領導人 有一次 壞了的事 你還想不想拿出來繼續說呢 我們是皇帝 我們是反對派 我們是反中人士 反對中共的人 我們當然是拿出來說 但是你是習近平 你是北京政府 你想不想 有一個政策 是自己徹底失敗的 是不停 給自己的人民 不停勾起這件事的回憶呢 答案當然不想 就好像這個 洪安新區 一帶一路一樣 不想提起 跟董建華 的85000政策是一樣 不提 就不存在 所以 就有最新的消息流出 就是要這個鍾南山 就是收皮 其實鍾南山也不小了 他也應該可能就快收皮 不過 沒有收到鍾南山 的皮 先 收了他的銅像 他的銅像 就是勾起 全國人民 對習近平 防疫 政策的痛恨 以及勾起這個 防疫失敗的倉疤 所以所有跟防疫有關的事項 將會 一一被消除 直至習近平覺得 能夠有新的政策 將這個倉疤 掩蓋為止 那麼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有可能會的 大家真的要注意 我認為中共其中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在實行 心底裏面 最低限度你可以想像到 輸過一次的人 一定想在同一個戰場上贏 一說前恥 所以不要小看中共 絕對是有機會 再去有新型的病毒出現 然後又跟你說自己防疫成功 又將那個病毒 對外擴散 這件事絕對有可能會發生 滿腦子 戰爭 滿腦子 打算怎樣害人 和侵略的人 會做這些事 絕對是再正常不覺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將會還有其他節數 還有更加多其他 精彩內容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下子 細心 靠 謝謝